包起來以後 他就不會傳染 不會感染 原來沒有發燒 那在趴盲腸炎的時候 很痛 在那邊痛 叫我不要去看醫生 醫生給我當BBQ 切了 我不要去看 結果他破裂掉 破裂掉以後 痛就沒了 因為痛是來自壓力 痛並不是說裡面發炎的怎麼痛 痛是來自壓力 他破裂掉以後 整個腹腔都豎變 包起來 包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摸 這邊是燙的 旁邊是冷的 那你問病人 你怎麼知道他是不是大腸 能問他 你熱還是冷 沒有什麼熱 你看 就算他有熱 這邊有熱 我有時候感覺到這邊熱 有時候不是每天 有時候這邊感覺到熱 那你有沒有倒汗 沒有倒汗 倒汗就是因為他陰陽絕離掉了 就好像我們前面叫Adenos Carticoma 這種病人 他整個絕離掉 所以上半身不斷的倒汗 如果這邊有腹腔有腹膜癌的話 他只是蔓延過來的話 這邊是聚熱 非常的高熱 然後全身是非常嚴重的倒汗 而且是夜夜倒汗 夜夜倒汗 面有一天地外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他陰陽絕離 命在旦夕的 知道他是腹膜癌 但他是一看這個腹膜癌 中醫治症很簡單 我們一查 知道病醫就很簡單了 我說你等一下我要發豆芽 我們治這個病要豆芽 而且你們外面的黃豆芽不行的 一定要我們的紅豆芽 我們都刺小豆 中藥裡面有一種叫刺豆當歸山 刺小豆 你把它放在那個盤子裡面 放在衛生紙 灑點水在上面 刺小豆放上去 過兩天就發芽 長出來 然後你發多一點嘛 然後把當歸兩千 跟他刺小豆 當歸不要煮 打成當歸刺小豆泥 打成泥狀 就當了生在沙拉刺下去 他就會勤 中藥那麼簡單的方法 你那個刺小豆當歸 你懂的話 know how的話 這個一塊錢美金還不到 就那麼簡單 你給CCQ看 檢查了半天好幾千塊美金 檢查了半天 出來說你沒病 那你沒病 那我醫生我沒病的話 我是不是神經病啊 我這裡痛 痛的話我不能走 我如果要回家 我要回去看我媽媽 都不能回去 我神經病啊 我媽媽都快過世 身體病重 我都不能回去看她 我還騙你啊 對不對 因為這裡痛啊 你沒病 你看看 幾千塊錢還被她說神經病 她是有病 你知道為什麼 這種問題常常會發生 所以諸位呢 常常你去檢查 醫生說你狀況很好 但你知道你身體有問題 就按照我的話 那我們會 以後我們這個演講 我會放到網路上給大家看 可以提醒你的記憶 不要忘掉 你好像說我腳冷的是正常 記性不太好 你又吃西藥太多 進行你不太好 好 好 來 好 好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就像剛剛的 如果我們把殷食的症狀 第二跟第三 第一跟第二 第三 比如說這三個混在一起診斷的時候 有一個人晚上1點到3點都準時醒過來 我們知道 肝有問題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他說 醫生啊 我不單單醒過來 而且我這個地方這一塊很痛 然後這一塊以上很熱 以下很冷 那第三個 我倒汗 不用了 已經是肝癌了 那麼就可以中醫可以那麼確診 可以那麼確診 好 那麼確診 那你說不行 西醫說我要做穿刺什麼都不要 你不要做 做的也是肝癌 好 不要 不用做了 我們中醫的診斷方法 絕對不會錯 那寸口脈的診斷方式呢 我們中醫認為說 寸為陽 齒為陰 這個手拿起來的時候 寸就是靠近手掌這個地方叫寸 齒呢靠近我手錶錶帶這個地方叫做齒 這是齒步 因為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是一齒的距離 這個地方到手掌是一寸的距離 所以叫寸 這裡到這裡是一齒嘛 那寸脈中醫認為說是陽脈 齒脈認為是陰脈 正常人的陽脈要比陰脈大 所以你這樣摸上去的時候兩個指頭 一個指頭摸上面 一個指頭摸下面 那你就覺得寸的脈 會比齒脈高一點大一點 這都是常態 那女人呢跟男人的右手是反的 女孩子的手呢 左手的脈大 右手的脈小是正常 反過來就不正常 男人呢剛好反的 右手脈大 左手脈小是正常 好你們可以這樣子摸摸脈 你們不要說我們知道這個寸 好中醫就麻煩了 中醫很中醫很麻煩 覺得中醫還是少不要學算了 好那個這個指派 這個指派